还未成型的胎儿被端进厨房 简单加工后做成饺子端上了餐桌 女人吃了青春永住 男人吃了强身健体 你绝对没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已经60岁了 而她保养的秘诀 就是这种特殊馅料的饺子 魅姨的名号很快就被打响 很多上了年纪的富婆屈之若武 李泰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原本是影视圈炙手可热的明星 要样貌有身材 要身材有样貌 追她的人不在少数 可终究是逃不过年老租皇的魔党 尽管她花大价钱做保养 依旧没能留住丈夫的爱 在听说魅姨的饺子有恢复容颜的奇效后 李泰也找到了她 刚好魅姨新进了一批货 就着白菜叮叮光光的开始多谢 胆皮包饺子 很快一碗玲珑剔透的饺子就端上了桌 李泰看了一眼 有些犹豫的盛起来一个 刚放进嘴里就被腥臭味腔的吐了出来 魅姨从地上捡起饺子告诉李泰 慢慢来不要紧 一开始都是不适应的 李泰 吃的时候想后果 不要想前衣 想到只要吃下就可以恢复青春 李泰只能强忍着恶心 一口吞下了脚 渐渐的 李泰适应了这种味道 汗水渗出了脖子 面庞微微泛起了红韵 不知不觉一碗饺子就吃完了 可这次的体验并没有让李泰的身体有明显变化 丈夫的目光依旧在小情人的身上 李泰的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她再次找到魅姨 想要成效更快一点的鸡皮 魅姨告诉她五个月的胎儿是最好的 要用水来穿字影下来 奶油似的胎子抱着 红是红白是白 脑壳都长出来了 那小手小脚还会动呢 话说这样说 可是这样的胎儿是最难找的 一百多天的只有手指那么大 七八个月大的又不够嫩滑 只有五个月大的才是最不大 魅姨的话说得李泰很是心动 可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魅姨说完便转身走进厨房 继续给李泰做着胎儿饺子 还拿出一个给李泰欣赏 李泰被吓得别过了脸 可吃饺子时 她还是会大口大口得塞进嘴里 来的次数多了 她也从最初的抗拒开始变得享受 整个人的状态也有所改变 面旁白里透红 感觉到有效果的李泰赶紧打电话给丈夫 可丈夫的反应依旧不冷不热 丢下一张支票就循环做乐趣了 李泰知道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她再次找到魅姨 让她赶紧找到五个月的极品 这是一盘能让人永保青春的饺子 只要吃下它 60岁的阿姨能够秒变回18岁 魅姨就是这款饺子的活招牌 她的肉馅全是在内地医院进的活 医院里的医生跟她的关系都很好 只要稍微用票子疏通一下 就会收到刚做完堕胎手术的死胎 这种一百多天的胎儿虽然成效缓慢 但只要坚持实用 就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效果 李泰显然是等不了那么久的 她要是再不做出百年 丈夫可能就被外面的小女孩抢走了 她让魅姨密切关注有没有五个月大的极品 前脚刚走 魅姨的家里就来了对魔女 女孩坐在一旁默不作声 母亲焦急地恳求着魅姨 原来是女孩怀孕了 如今都已经五个月了 她实在是没钱带女儿去大医院做手术 只好来求魅姨帮忙 魅姨摸了摸女孩的肚子 超过三个月是有危险的 况且私自堕胎是违法的 魅姨并不想冒几个血 情急之下 母亲只好说出了事情 原来是女孩的父亲侵犯了她 如果孩子生下来 母亲都不知道该叫儿子还是外孙 魅姨纠结地蹲在地上哭响 这件事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而另一边的李泰再也等不及了 她告诉魅姨现在就要得到极品 再三决定下 魅姨还是决定给女孩堕胎 这样也能满足李泰的需求 为了保留住胎儿的营养 营产时既不能打推生针也不能用药 只能戴着手套将胎儿拽出来 得到胎儿的魅姨也很开心 毕竟这样的极品并不多见 她迅速通知李泰来吃大餐 李泰很好奇五个月大的胎儿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她偷偷地躲在一旁观看 可血淋淋的婴儿还是将她吓了一条 她惊慌失措地跑下了楼 可刚跑到楼下她又迅速冷静了下来 一想到这可以挽回丈夫的心 李泰便又转身回到了那一家 很快 一龙晶莹剔透的针脚就端上了桌 李泰尝了一个后 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直至最后一个吃完还有点意犹未尽 就在这时丈夫打来了电话 是她摔断了腿在家疗伤 李泰回到家后 丈夫明显地感觉到李泰不一样 果然极品的饺子就是非同凡响 李泰和丈夫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感觉 一连几天丈夫都在家陪着她 可就在李泰沉浸在喜悦中时 堕胎的女孩却因为大出血去世了 富家太太为了永保青春 竟将五个月大的胎儿做成了饺子 吃完后果然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为了庆祝自己挽回丈夫的心 李泰特地在家举办了一个聚会 可就在她上桌的那一刻 一股新臭味传到了每个人的鼻子里 仔细闻下来 竟是从李泰身上散发出来的 李泰也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她借口陶冶式地离开了餐厅 躲进浴室后 她将各种花瓣和香精倒进浴缸里 可无论她怎么洗 那股味道都消散不去 李泰赶紧打电话问魅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这才得知了死泰的真实来临 李泰气愤魅姨拿捏肿害自己 可目已成舟 再怎么埋怨也于事无补了 而他们的对话 都被丈夫从腹肌里偷听到了 她这才明白了 妻子最近的变化为何这么大 但她没有揭穿李泰 而是独自找到了魅姨 上了年纪的她也想重返年轻 魅姨对于她的到来并没有感到灵芽 还百般热情地招呼她 为她端上一碗饺子试试功效 在李先生品尝饺饺子时 魅姨在她的身旁摆弄着身姿 看着魅姨犹如18岁少女般的身材 李先生终究是没能受住诱惑 看着墙上挂着40多年前魅姨的照片 才得知此时的魅姨已经60多岁了 看来这种饺子果真有效果 有了李先生这个大富豪 魅姨再也不用大费周章找胎儿做饺子 她也不再给李泰进行售后服务 可还没等魅姨飞上枝头便凤凰 警察就找上了门 堕胎的女儿死后 她的母亲为了复仇用菜刀砍死了丈夫 魅姨的非法勾当自然也被公之于众 魅姨提前得到消息 在警察找来之前就打包逃离了香港 彻底失去了魅姨和饺子后 李泰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知道丈夫的情人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于是用重金买下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情人本就是因为钱财接近李先生的 所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李泰亲眼看着医生将胎儿取了出来 再次拿到梦寐以求的极品胎 李泰迫不及待地举起了菜刀